这边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叫做T 当你点了T之后 它就会去呈现这个数字 为什么要呈现这个数字呢 就是方便给我们检视 你看2014年 2014年 这边有三位一撇 这个三位是千 这是千 然后这是百万 所以三百万 然后一千三百万 对吧 你觉得有可能数位基上核的定户数 有可能一千三百万吗 当然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数字呈现出来对我只有一个好处 解释我到底在算什么 好 像这个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不对的 你知道哪里不对吗 应该假设2014年有 有像例如说 我来看资料 2014年 2014年 这个东台 3月有一笔 6月有一笔 9月有一笔 12月有一笔 正确的数字 应该是这四笔数字 加总除以四 才是这家公司 比较接近真实的定户数 我不能用加总起来四万 我应该是取平均值 也就是说 四季平均的用户数 例如说我们是要去算那个总确诊人数的话 总确诊人数可能就是 3月假设有10人 然后6月有7人 9月有3人 12月假设有1人 那他可能是要把这四个数字全部加总起来 这是很平方常看到的事情 所以预设是加总 几乎大部分都是用加总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要去描述的定户数 应该哪一个才是比较接近正确的 你只能用即平均定户数 好了 所以怎么改成平均数呢 请问你要改的是栏位这些类别名称 还是度量值 当然是度量值 度量值在哪里 就是计算出来的数值 度量值在这里 度量值在这里 好 所以这边有看到 就是我要去修改那个度量值 那度量值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他直接拉出来 因为度量值牵涉到 现在牵涉到两个嘛 两个定户数 所以他会直接这个度量值 他会直接拉出一个区间 就是在算度量值 所以点选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然后切换到 这边有一个度量 预设式总和 请改成平均值 这个也改成 会改吗 这个 点到往下的三角形 然后度量总和 这边改成平均值 你觉得这样才是应该比较接近 正确的一个数值 他就会去把那个 举例来说 这个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哦 104年只会算1万左右 不会用4万来去算 好 所以我们大概得到的一个 这个数字 才会让我觉得说 这是正确的一个数字的呈现 哦 这是正确的一个数字的呈现 这是正确的一个数字的呈现 谢谢大家